在2021震盪多頭行情裡面 你賺了多少 如果你沒有賺到 不是沒有行情 是你沒有用對方法 享受賺錢的快樂 顯現投資增價值 大家好 歡迎收看 價錢的資 今天 煙火 這個颱風來襲 雖然沒有 少過台灣 但是出門在外 大家還是要小心一點點 那我今天呢 特別在我們的一個 各大社群 不管是LINE 粉絲 社團 Telegram等等 我有跟我們的一個 社群的一個朋友 做一個互動 可以看一下 你自己看一下 整一個 今天 盤中的一個資訊 打播 稍微精英點 慶榮 跟你報報天氣 維護上 一張今天的一個颱風的 預測的走勢 這幾天 因為煙火的一個颱風 天氣 當然陰群不定 那登陸的機會 相當低 但是大家還是要未雨 稠末 提前準備 才能有所因應 跟你操作股票 一樣 你看一下7月份的台股的表現 船三股的航運鋼鐵呢 持續的陰晴不定 你必須提前未雨從沫 跟著我 提早選出電子強勢股 提升你的貨率速度跟高度 這是今天那個煙火台風的一個走勢圖等等 所以 不管你是LineA的 Telegram的 還是 粉絲社團的 我相信 欣賞老師 每天跟你互動 不管是生活 還是產業研究的一個資料 我都提供給你 很多詳細的內容 你自己看一下 生活的互動當然會有啦 那產業的外資研究資料報告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次的MCU 在目前的盤面 當然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主軸 那我再 你自己看一下 慶隆 幫你看國際 從優勢抓住未來趨勢 智慧型設備跟MCU的相五相成 這裡面有外資研究資料報告 你都可以看 好不好 現在很多這個穿台設備 設備手機等等 跟MCU 有到底有什麼關聯性 你點進去 就會給提供給你 相當豐厚的內容 所以 教師節目叫做價值型投資 這是主軸 這是重心 一檔個股 如果他的產業 未來結構 是沒辦法成長的 我不會帶你買 我連碰都不敢碰 所以對於 今天的行情 很明顯的 今天什麼股票又上來了 航運 鋼鐵上來了 電子又稍微休息一下下 我的操作中心沒有改變 航運鋼鐵跌升反彈 我不會去搶反彈 第三季電子股是旺季主流 有跌下來 當然還是逢低找買點 整個航運那股之前就跟你分享過了 不要輕易的 不要輕易的 去攤平 不要輕易的去攤平 他今天為什麼會上來 跌升反彈 跌到什麼位置 比如說今天的陽明 長榮 萬海跌到什麼位置 你自己看一下 這叫做季線 這叫季線 對 ABC坡的一個修正 那來到季線位置附近 那是你的一個機會 什麼樣機會 反彈上來 可以賣在比較高點的一個機會 應該知道我的意思 所以今天陽明上來了 長榮 也大漲 萬海 盤中上去 但是你看到 尾盤收平盤 也就是說 整個航運類股的一個架構 其實上檔的一個壓力蠻重的 上檔的壓力蠻重的 這一條線 比如說萬海 這條線 就是目前它最大壓力 最大壓力 親愛的同學 我在抓 全職性個股的壓力 是很精準的 你自己看一下 台積電 我之前就跟你講過了 681就是它的一個壓力 681就是賣點 沒什麼好考慮的 從今年度的一個年初到現在 你看看610這個反壓多重 一直沒辦法突破 所以這檔 200多億股本的萬海 賣點 賣點 好不好 這是我的看法 所以我目前部責中心 還是電子股 當然操作的 完整的流程 就是一買一賣 決定一個重點 會賣股票 當然比會買股票重要太多 很多人 就是因為這波的 航運類股 不會賣 我之前講過 如果你之前 航運類股賺了很多的利潤 恭喜你啊 抓住主流嘛 那這次的一個航運類股 回檔修正 你認為 它會再度的回升嗎 之前每次打下來 它都會回升 這次的航運類股 你看一下 已經經過了一個月 已經經過了一個月 你覺得有辦法回升嗎 如果是沒辦法回升的 那個賣出的位置 就相當重要 所以我在 上禮拜就告訴過你了 你有小賺或是小賠的 就先落跑再說 如果你看不懂 我幫你看嘛 不管小賺小賠 先落跑再說 不要寄望說 它跌升一定會 反彈 然後這個反彈的波動 就是回升波 不盡然 不盡然 這個我們提供給你看法 所以會賣股票 真的太重要了 那今天 當然資金受到排擠的一個現象 電子股稍微修正 我是覺得還蠻正常的 只是說 接下來 審判個股回到 低檔可以買 那就是一個mayout 好不好 這一檔 新唐MCU的 7月7號 每月營收年成長三位數字 我說過 這麼漂亮基本面嗎 兩倍三倍再成長的 你剛才也看到 我在我各大社群 對不對 我都有PoMCU的外資研究資料報告 讓你做鑑賞 有基本面 有產業的報告 給你 提供給你 你作股票是不是比較會知道 大比較會知道 因為你知道它是一個成長性的一個趨勢嗎 所以 大幅度成長兩倍三倍的機油股 7月7號 91塊半 就買下去 買來之後亮燈 95塊半 隔天再給你一次機會 平盤以下再買 7月8號嘛 對 7月7號沒有買的 看到掌勤板的 乾瞪眼對不對 打下來再買 隔天是平盤以下 對 94.4 再度的縫低承接新唐嘛 那接下來就沒有低點了 拉到7月14號 將近5成 15號 我至於跟你追蹤 震盪洗盤沒什麼不好 洗完還會再走高 所以不用急著賣 雖然已經賺了快5成 講完之後隔天16號 馬上又快要攻漲停 這樣子6成了 來到禮拜 台股跌百點 新唐我說不用擔心 對 禮拜二台股又跌了260點 我說新唐很強 你賣了嗎 你賣了嗎 所以整個一個新唐一個架構 在這禮拜禮拜二 很明顯的 我是還沒有出手做 調節的動作嘛 對大盤連跌兩天啦 買在90幾的不擔心啦 禮拜二大盤跌260點 他尾盤收紅 結果呢 禮拜三 不是又多讓你賺了一根漲停板嗎 147.5了 這樣子68%了 這不是大波段的操作嗎 是不是 昨天的新唐再創新高 最高159.5啊 8成了 今年度你跟我操作一檔值為票價了 只要跟我做一檔就夠了 你不覺得嗎 之前太多豐工偽業了啦 玉金光國聚 這不是大波段的操作嗎 都是200塊錢以上的一個利潤耶 新唐兩個多禮拜8成啦 金豪科三階段一倍多 只要做對一檔 夠了 會不會算什麼 會不會算什麼 如果沒有任何的績效 給你再便宜的費稅 或是再長的價格 對你有用嗎 你跟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你就不想跟了嘛 不猜你的時間 不猜你的錢嘛 是不是 金老師的集中化的管理 你還看不出來嗎 不管你參加我任何等級會員 三檔值股左右 土會特會真榮都是一樣 行情好一點 我會拚到五檔啦 可以做股票 三支股票有夠你賺啦 如果是不可以做股票 每天都給你沒有同樣的三支 一星期就十幾支了啦 你要怎麼照顧 你股票只要超過五檔 十檔的 不及格啦 你沒辦法賺大錢啦 你現在所用持股 十幾檔的 二十幾檔的 你有辦法賺大錢嗎 你問你自己就知道啦 是不是 所以整個新唐的價格 從低檔 到高檔 八成 八成 今天新唐盤中跌停板 殺到跌停板 怕嗎 一檔股票 看你買在什麼位置啊 那你又賣在什麼位置嘛 是不是 新唐 我講過 我本來是只給我們一個等級會買 但是後來我看到新唐的一個 股價 當中九十幾嘛 中價位的 那成價量呢 又好幾萬張 所以呢 我特別開網給全民唐會員 大家都有買 所以這是新唐的操作 不管你參加的是我的普通會員 特別會員 或是尊榮會員 大家都有賣 每個都有買 從低檔區的九十幾塊錢 沿路了 操作上來 什麼時候賣 什麼時候賣 今天嗎 今天是158.5啊 昨天是159.5啊 我是昨天賣在152的 昨天9點53分 新唐 創新高 151以上停歷賣出 經過一分鐘 54分 股價幾塊錢 152.5 你去對價 我賣完之後還拉高啊 最高拉高到159.5啊 你有沒有看到昨天的高點啊 所以賣 我說151以上停歷賣出嘛 所以會員大概成價在152.5以上 就算152好了啊 就算152好了啊 相對高點嘛 全體會員 跟我來對是對價 昨天的新唐創新高 我有沒有告訴你們 151以上停歷賣出 9點54分 嗯 你收到訊息應該54分左右啦 53分發給全體會員的嘛 經過一分鐘在152.5啊 好不好賣 我常跟你講嘛 我什麼時候賣股票 全體會員容易全身而退 當然是盤好的時候 個股走高的時候 我一個口令下去 大家做執行 停歷賣出動作 比較容易成交嘛 這是超盤新法 秦老師的會員 我不敢說千軍萬馬啦 但是絕對不是單 單槍匹嘛 不是單兵作戰 那麼多的會員 這次新唐全體耶 土會 特會 尊榮 每個人都有耶 什麼時候要帶他們賣 大家容易的輕鬆的下車 不會互相踩踏 我也可以跟你講 這個時間跟價位 是同一個時間點發出去的 我絕對不是說 尊榮會員 先賣 然後我再通知特別會員再賣 然後呢 我再通知普通會員再賣 不惜哦 只要一當股票 是全體會員都有買的 我就會同時的發訊息給你們 這樣的一個超盤重點 聽懂了吧 我不幹那種事情 什麼 買股票 尊榮買完之後 特會再買 然後特會買完之後 再土會再買 好像是土會幫特會抬教 特會幫尊榮抬教 不是哦 我不會幹這種事情哦 這點你可以放心 所以昨天 全體會員 每個人 是不是在9.5 3分左右 收到新唐 創新高 停歷賣出的訊息 沒有賣最高啊 因為最高是159.5啊 所以就是從低檔去買 到昨天高檔去賣 八成落袋 今天一樣啦 還有158.5 位置附近可以賣 所以股票的操作 一買一賣決定你的輸贏 買在低檔 總是想要說賣在高檔嘛 但是你有沒有辦法做到 竟然是會帶會賣股票的分析師 不是每天色飛鏢只賣 不會賣 指徑不會出 節目內容你可以去檢視 你也可以去比較 所以昨天的金豪科 我說過高了嘛 要往上減碼嘛 那你聽我昨天這樣建議 你今天 會去買金豪科嗎 什麼是講在前面讓你印證在後面 有實力的分析 總是在高點帶你全身而退 昨天的提醒 就是希望今天金豪科 衝高你不要追嘛 你今天隨便賣都賺錢 搞不好 今天創新高啊 我如果沒有提醒你說 往上減碼 搞不好今天有人 看到金豪科啊 好像又要亮燈了嘛 好像又要亮燈了嘛 想要進去嘛 有沒有 這個位置 你想買還是想賣 我昨天適時的提醒你 對你的操作有沒有正面幫助 所以這場金豪科 之前兩趟的操作 48加58有沒有一倍啊 高點賣 我還跟你預告接回的位置你加 對不對 賣在182接回的位置就在這邊嘛 有沒有來 那時候沒有馬上來嘛 還彈上去嘛 我說我的看法沒有改變 我不會在這邊就出手啊 除非我看法改變嘛 那既然看法沒有改變 這小板彈不急躁 等待最好的一個買點做接回動作 有沒有來啊 7月14號來了 按計畫接回155啊 這樣不是差了27塊錢嗎 15低接完之後 這禮拜平板以下161再度的低接啊 尾盤拉高啊 禮拜二 181 禮拜三186 禮拜四亮燈 現在有沒有 你還記得嗎 禮拜一的盤 跌啊 跌白點啊 他收高啊 禮拜的盤跌260點 他來到破斷高啊 禮拜三的盤他 繼續走高啊 大盤盤中一樣跌啊 然後186啊 我選的股票就是那麼精彩 比大盤強勢 昨天金豪科掌停盤 創破斷高 這樣加起來134% 同一檔股票 同一檔股票 所以操作股票 需要建一檔愛一檔嗎 告訴我 看準了一項產業的研究 看準了一檔個股的籌碼形態的架構 光是這三趟134% 昨天提醒你過高了只能往上減碼 只能往上減碼 講得夠肯定了吧 那今天金豪科呢 衝高啊 你就隨便賣都隨便賺嘛 至少你昨天看我節目 今天你不會去追高吧 那追高了今天又殺下 你又來做怎麼辦怎麼辦 看我節目非常有營養 非常有價值 我會幫你踩煞車 我是會待會賣股票的分析師 提供給你看吧 金豪科 之前181賣嘛 預計155附近才要接回嘛 我給你做預告啊 打下來接回啊 低接啊 然後昨天創新高了 我說要開始往上減碼 只能往上減碼 只能往上減碼嘛 那今天金豪科呢 隨便賣隨便賺不是嗎 如何低檔規劃買點 如何在高檔 告訴你停利賣出的位置 全程的事前 頗需讓你知道 所以你應該知道 親老師的一個操盤實力 所以這次的行情 如果啦 如果怎麼樣 如果在 航運股的反彈波動當中 電子股有稍微休息 新唐可不可以接 金豪科低檢可不可以買 你不知道 不要什麼都不知道 因為我知道很多的 長輩 你們吃過的 鹽可能比我吃過的飯要多啦 生活經驗 金豪老師不如你們 但是 容許我講一些啦 有些長輩 他們對基本面 是沒有概念的 更避論那個技術面的操作 今天都看不到 我心唐做什麼 對 金豪科做什麼的 松翰做什麼 不知道 一知半解 是不是 技術層面的一個操作 我說要懂得太多了嘛 K線 量價 籌碼 形態 廢視係數 拖浪 還有所謂的一個 葛蘭壁八大法子 這些技術層面的操作 我說過你要面面俱到 你的操作難度才會降低啊 但是很多人都不懂 就因為你們都不懂 所以你才會被一些 有沒有 每天 都在為好人的分析師 三個亂亂撞 人家說嘛 人家你不怕 整家你哭哭 這樣是 有沒有真心 誠意的幫助你的操作 你光是看一下第三趟金豪科 我規劃的低檔買點 以及我今天要告訴你的 昨天預告的停歷賣點 有沒有值回票價 進行度的行情 你跟我做一檔電子股 特董啊 值回票價 松漢 禮拜 買完之後工漲停113 如果我回檔那是機會 有沒有回下來 禮拜一講完之後 隔天20號 馬上回檔 我又送分題 禮拜來不及買的 禮拜 二跌了半根 不買什麼時候買 不買什麼時候買 108再度低階 那禮拜三創新高 我有沒有提醒你 一檔股票創新高了 你又想去買了 很多人人性的弱點就是這樣 禮拜二啊 是不是創新高 創新高了 多喔 禮拜不買 禮拜二跌不買 禮拜三創新高你才要買 禮拜三的松漢 9點33分創高 116附近賣 當作在116.5 沒有賣最高 最高是119 就賣116 今天松漢最低105 這個位置可不可以接 可不可以做接位的動作 嗯 4739的康普 今天盤動跌停板 你認爲 你認爲 漆老師沒有帶會員全身而退嗎 所以整個電動車的康普 打下來 什麼位置 是可以承接的時機 你想跟的 希望廣告中的進行電話 你自己善加利用 謝謝 再回到節目一個現場 歡迎們到節目現場 平淡股的郁金光 之前大波段的一個操作 上去598 往上剪碼 提供給你看嘛 創高要會賣 6月25號嘛 賣完之後有沒有打下來 有沒有打下來 打下來短線支撐你家 552 接回 創新高617再賣一趟 是不是 第二趟的操作 65塊錢嘛 你繼續算 我沒有用最低跟最高啊 552 接回的嘛 617賣的嘛 這樣一買一賣 就是65塊錢啦 這樣之前大波段229 超過290塊錢的利潤 賣嘛 賣掉之後有沒有告訴你 支撐不變 就是在這裡 就是這個空間嘛 有沒有來 禮拜三到五四七啊 你敢買嗎 你敢買嗎 給你的預告 支撐不變嘛 啊來了 有沒有告訴你 逢低買 你617有賣的 打到五四七 差了70塊錢啦 這是不是低進高出 高出完再低借的動作 所以接下來你就看到 玉金光 從547漲到昨天的564 到今天的578 你今天看到玉金光的好消息啊 下半年會更好 產人蠻窄啊 看到好消息短線去買的 你又套了 所以接下來 我特別選了兩檔 跟玉金光有關係的光學干領股票 下禮拜跟我再度的猛低來佈局 這一檔 六元收年長率超過六成的 籌碼乾淨啦 形態剛突破很低 另外一檔股票呢 回檔五天 連跌五天啊 來到相對低檔支撐啊 夠低了吧 要不然進場 在絕對的低檔 你跟我佈局 享受的是一個低風險的操作 未來電子股主持生段行情 請老師負責一檔一檔的 帶給你 明年接 本公司與所推薦 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複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以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訂閱價值型投資 慶隆老師 對時對價的真功夫 讓您隨身帶著走 掃描QR Code 加入Line 以及Telegram 最及時的有價訊息 讓您看得到 也賺得到 在這裏